就住2019年冠狀病毒的疫情 香港紅十字會書血服務中心 就宣布有以下的預防措施 所以如果近期曾經到過 2019年冠狀病毒活躍社區傳播的地區 的人士就要在離開當地之後 暫緩捐血28天 現在最近活躍社區傳播的地方 包括內地、韓國、伊朗和意大利三個地區